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为您独家录制的武侠小说《龙蛇演绎》 作者 梦露神机 郭家 周弘扬 第四十七集 王超与一科集团的赌斗比武 以张卫跳海自尽告终 众人散去 王超也想回归青岛 这时却被陈斌拦下 王超正在思量 却听到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 王师父 王超一看 正是陈爱阳 陈爱阳步履平稳 温和翩翩 你我都是练拳的 我看你的伤势也不轻 正好我会几点医术 看能不能帮助你点什么 你就不要客套了 能以武会友 交流拳术计计 也是件平常的事情 王超听到这兄妹俩一唱一和的 但想了想 也不再推死了 于是一行人变进了船舱之中 赵兴隆四面光看 心中惊叹不已 这艘船的船舱 装修豪华 那可非同一般 比什么五星级大酒店 还要高档的多的多呀 走廊宽敞 地面铺的都是手工制成的紫色玫瑰地毯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 这陈氏集团 大气豪华富贵 高雅 有格调 绝对不是那些资金 虽然上百亿 但看名牌车展 连吃磨美女都要一起买走的 山西没老板之流能够比拟的 几个人来到一个宽敞 装修的古香古色的书房之中 一排黄花梨的椅子 红木的桌子 书籍和手工绘制的人体经脉挂图 笔墨指 墙上的挂件 都呈现在众人眼前 这个场景竟让王朝有一种穿越感 好像是自己来到了清朝时候 某个王爷的书房一般 王师傅 请坐 王朝和陈爱扬客套了一下 便纷纷坐下 一坐下 陈爱扬也不拉东扯西 直接切入主题 你的呼吸不顺畅 还是让我先看看吧 王朝也想 可能是陈爱扬要帮自己治疗 便点点头 陈爱扬让王朝伸出手来 两根纤细光洁的手指 便搭在了手腕的脉门上 王朝只感觉到 手腕被陈爱扬的两指一搭 对方手指皮肤上的毛孔 竟立刻轻微的跳动 一起 一幅 陈爱扬的按进薄发 居然十分柔和 不像是钢针 反而像是极细的棉签 王朝心中很是震惊 好家伙 他居然能把按进练到这种柔和的地步 王朝虽然是练成按进 但是也只能做到骤然薄发 喷进如针 还不能将按进如针的这股劲练柔和了 要将按进练柔 那非要功夫渗透到五脏六腑 完全控制自己心脏的起伏薄发 精确入围 这家伙不会是东南亚武术界的第一高手 我和他相比 差距还不是一般的大 王朝由心发出感慨 陈师傅好功夫 我是自愧不如啊 陈爱扬 则是幽默的回了一句 这也没什么 只是我比王师傅多吃了八九年的饭而已 要论年龄 他真比王朝要大上八岁多 这时王朝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便认真地问道 不知道陈师傅的功夫 能踩水到腿的哪一节 能否过西洋 陈爱扬听王朝问出这个问题 先是一愣 随后就知道王朝也是一个懂太极拳的 于是淡淡一笑 还是谦和的道 说来惭愧 我立在水中 最多只能将水提到大腿根 离膝盖还有三寸的距离 水不过西 那是尽力的巅峰 我还差三寸 每一寸都需要五年以上的功夫 能不能将全树炼至巅峰 这也不是时间就能够弥补的 还要看机遇和悟性 以及入神的程度 我也只是有这个希望而已 王朝听完 不禁赞叹一下说道 就算是个希望 普通练拳的人就是练上一百年 也没有这个希望了 陈爱扬听完放开两指 微笑着回答 你也有这个希望 这些都是前辈们的境界 在现在世界上 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 包括薛连信 朱洪志这两位大师 在四五十岁全盛时期 也不过是内外沟通 尽力入化而已 在北京的一些老军人中 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境界 至于活跃在场面上的 你我徐振张卫一辈 也就只能在暗尽上 打打转而已 王朝问道 难道陈师傅 还没有将暗尽通达全身 哎 我还有一处没有练到 陈爱扬说完这一句 似乎是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缠绕了 便转到王朝伤势的地方 你的肺的确是扯破了 不好痊愈 不过还好 我们太极门中有润肺养肺的药膏 倒是能帮你不少忙 说着 陈爱扬便从书房的架子上面 取下了一个药瓶 又用小汤勺把里面的药挑了出来 药黑乎乎的 一出来便带着一些琵琶的香味 琵琶膏 本来看陈爱扬拿药 姚小雪心里是十分激动 以为是什么小说中的神药 像什么吃了就能增长几百年功力 天下无敌的内栅 什么千年人身高 万年何首屋 等等等等 谁知道这陈爱扬拿出来的 却是琵琶膏糕一样的东西 姚小雪对这东西太熟悉了 因为家里有人咳嗽 时常都是服用这玩意儿 陈爱扬听姚小雪说完 也似乎知道了姚小雪的心思 依旧温和得到 差不多 不过比里面多了几位配方而已 总的来说还是琵琶膏举多 其实药小都一样 对正而已 然后将一个吸收 吸收不好 药力沉淀 反而会伤肾 妹妹 你带姚小姐出去参观一下 等陈斌和姚小雪出去之后 王朝脱了上衣 陈爱扬把药膏抹在一张白布上 贴在了王朝背部和胸前 他在贴的时候 手法旋转 骤然薄发暗尽 王朝只感觉到那琵琶膏的气息被暗尽震荡 一下就渗进了毛孔 打到了自己的肺部 顿时肺里面就有凉嗖嗖的清爽 火辣辣的感觉也减轻了许多 陈爱扬在他背部连连用手掌拍击 同时说道 这药里要全部渗透进去 还要我用按紧轻柔的力量排击半个小时 等着药全部渗进去 你再休养半个月就会痊愈了 众所周知 普通人吃药都是口服 吃下去以后 大部分都浪费排泄出去了 每天只能吸收一点药力 所以需要天天吃越来越吃 而且那个排泄的药 还要经过大肠小肠和肾的循环 吃多了 对这几处地方伤害很大 但是陈爱扬却是直接用外敷的手法 通过按尽刺激 把药力直接送到内脏深处 一点都不劳费 这两者的区别真如天壤云泥 啪啪啪啪 陈爱扬移动双掌 在王朝的背后或是拍或是揉 每一手打出来都是轻盈无比 好像穿花的蝴蝶在空中飞舞 每一次拍击 王朝都感觉到枇杷高的气息 透过毛孔渗入进肺 那清凉的滋味便逐渐的环绕着整个肺部 陈爱扬手势不停 一连拍了十几分钟 王朝就听着他呼吸都紧促了起来 一口接一口的喘息着 尤其是对方的心跳是明显的加速 碰碰碰碰碰碰 每一下都听得十分清楚 就好像是铁锤敲击一样强劲游裂 显然 这样运用按金 他的身体和心脏都很疲劳 一缕缕汗液从王朝的背部流淌了下去 这可不是王朝的汗 而是陈爱扬 拨发按进 放开手掌毛孔 从其中喷涌出来的汗 王朝感到汗液的流动 心中不禁暗暗挑起大拇指 好家伙 这陈爱扬不愧为武学大师 他现在起码都拍了三十掌 掌掌都是按进柔工 这得多大的功力 虽然说把按进炼柔了发出来 所消耗的体力并没有那样骤然波发出来的大 但是按进柔工对心力的控制 那需要更为的精确 因为按进的源头就是心脏 不能对自己心脏跳动进行精确的控制 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普通人想要控制自己心脏的跳动机会 可以把意念放松 全身平静下来 心脏跳得就慢了 意念一急 心脏跳得就快 更急就会痛痛痛痛痛 然后当然 然后就会全身出汗 但是这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控制 而武功练到巅峰的那家高手 是用意念来控制心脏 这心与意合 对心脏的控制就需要更为精确 每一分钟能跳多少下就跳多少下 缓慢时收敛了全部某孔 精气神 那心脏的跳动就会比普通人得慢上三四倍 而要是勃发尽力时 则跳动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众所周知 心是为人体四肢百害五脏六腑的动力源头 所谓练武练水 骨髓造血 血是动力的根本 如果说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 那么血液就是油 习武的人功夫外引内接 渗透到五脏六腑之后 内脏要比普通人强大许多倍 如果功夫不渗入到五脏六腑 那也最多只是能达到你本身潜能的极限 王朝现在的身体就已经到了极限了 虽然也走上了练水的道路 逐渐的在改变自己的体质 以波发出更大的力量 从而开发潜能的极限 增加潜能的极限 不过毫无疑问 在这条路上 陈爱阳比他要走得更远 半个小时后 陈爱阳终于停下了 神色间略带疲劳的对王朝平静的道 好了 我一把药膏用按锦全部打入你的肺液受伤的部位 不过还需要休养半个月 这半个月你不能和人动手 也不能动气 最好连深呼吸都不要做 行止坐卧都要平稳 心情放松 不然的话 万一牵动了伤口 造成第二次破裂 那麻烦可就大了 王朝看见陈爱阳 把那块沾满 皮膏膏的白布接下来的时候 里面居然是光洁如新 甚至一点皮膏膏都看不见 要知道 那本来沾染药膏的白布 就是用水洗都不一定能洗掉残余的药渣 但是在陈爱阳的暗尽排击之时呀 竟然全部都震了出去 不留一点残渣 这样的功夫 甭说是外行啊 就是在王朝这个内行人 新进的全数大师里边 也觉得是神乎其人 王朝不禁赞叹道 陈师傅果然好功夫 按尽令人惊叹 神乎其神 陈爱阳听完笑了笑 并未作答 只是叫人打了一脸盆水 洗了洗手 把这一切收拾干净 随后就叫人泡了两杯乌龙茶过来 书房里面 现在就剩下他们两个了 赵兴隆和那三个保镖 姚小雪都去参加传仓风景了 王朝看到陈爱阳摆出了闲谈的架势 也乐得与这位武术界的资深高手 海外的大风谈谈 端起了鲜红的茶具 王朝喝了一口只觉得入口清香圆润 看来是难得的好茶叶 这一套茶具通体都是鲜红颜色 很是名贵 名誉中国红 喝了几口茶后 王朝首先开口问道 陈师傅 日本武术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陈爱阳依旧用平静的语气淡淡的说道 日本的武术界和韩国一样 都已经商业化表演化了 但是和韩国不同的是 在日本也有一大批重视实战的武术家高手 毕竟日本的武术搏击底蕴 文化底蕴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要比韩国是高出不少的 陈爱阳一针见血的指出 王朝深以为然 日本的空手道联盟 在七十年代就已兴盛起来 和韩国的跆拳道联盟一样 发展到世界各地 在欧美一些国家 占有很大的市场 每年创造收益都达到成百上千亿 这是我们华人武术界所不能比拟的 说完 陈爱阳又塌了一口气 唉 自古侠以武犯进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们华人的武术都不愿意表演 没落也是必然的事情 王朝点点头 是啊 像你我已经练到全术的中层境界 可以说是登堂入室了 像我们这样的人 的确不愿意到人前人后露脸 得当做卖艺表演玩咋耍的 只怕长此以往 国树恐怕就要埋没在历史的封城之后 后人若想知道他 只能通过史书了 陈爱阳用手掌轻轻的抚摸着自己收藏的这套中国红茶具 脸上的表情就好像一个玩着自己心爱玩具的孩子 唉 这也不是你我所能解决的 在现代的大潮冲击中 若你全数再高 也是枉然 我辈只能谨守着点根基 把它尽力流传下去 毕竟 无数的精华 还是在我们华人中间 虽然传承 已经很少很少了 好了 不谈这些事情 还是谈谈日本武术界的具体情况吧 王超听完点点头 眉头一松 继续说道 那我们不谈这些事情 还是谈一谈日本武术界的具体情况吧 我一直在内地S省 对外界交流很少 这次若不是惹上了赵军这位太子爷 也不会和人出来比武 组织上虽然有很多关于日本武术界的资料 但都是十多年前或七八年前的 并没有与时俱进 王超在看到那个柳生行死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以后很可能会和日本武术界发生冲突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防患于未然 还是要做的 而陈爱阳就一直活跃在东南亚的拳坛上 傲视群雄 对于日本武术界的了解 应该比谁都清楚 陈爱阳依旧是很平静的达到 日本武术界除了熟悉的空手道 剑道 柔道 和气道等等一些门派后 武术世家也有不少 当然最为有名的自然是柳生家 工本家 船越家 大山家 工程家 尹赫家 等等十几个大家族 日本没有受过革命洗礼 世家渊源流长 一代代的发展传承 有在历代潜入中国投石学艺 武术级脚 各种精华 早已发展得非常完善了 甚至现在我们华人武术界 失去的很多技法 都能在日本找到 现在的日本武术界 丝毫不比我们华人武术界要差 王朝听罢 点点头 说道 的确 世家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部分 中国的世家 早就没有了 陈爱阳 则是继续细细的述说着 日本的高手 有很多 大多数家族的家主 都是按金层次 像那个柳生情子的父亲柳生水明 尖练和气道 空手道 柔道 尤其精善 行义剑术 大成全 武术要比徐震 还要稍微硬朗一点 王朝一听很是惊讶 行义剑术 柳生水明 还擅长行义剑术 要知道 慧和精通 在武术界 那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境界 况且 从陈爱阳口中说出的精通武术 那肯定是到了上层境界 炉火纯金的地步 是啊 早在清朝光绪十四年的时候 行义门宗师车一斋 在天津以行义剑术 击败日本剑斗高手 板山太郎以后 便被政府授予了花陵武品军功 那个时候起 日本武术界 就对行义剑术垂显散尺 到了民国时期 终于从中华武士会的好恩光手里 偷学了出去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七八十年 行义剑术早已在日本武术界传播开了 徐震和柳生水明结交 一半是生意上的往来 另一半大概就是想学到行义剑术中的一些精髓 那柳生水明也是想从徐震身上学到白元通背 哦 原来是这样 王超知道 这练武最开始的时候 要精善意门 要纯 等功夫练出来之后 则需要博彩重场 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水平 王超对徐震的这种做法 自然是很理解的 在剑道的造诣上 现在的日本武术界 要守退功本世家的功本武雄 不过他已经七十多岁 接近八十岁了 实战已经完全不行了 全凭中年时候的威望 倒是他们家族出了几个杰出的好手 如功本一成 三十岁 武功已进入暗季 剑术身法尤为的好 一盯上人便会如影随形 游龙一样 至于那个柳生秦子 也是日本武术界年轻一辈的娇娇者 和秦茂娇的水平相差不多 说着陈爱扬把自己知道的武术界的一些情况 都一一说了出来 倒令王超长了不少见识 现在的日本武术界 除了威望高 但是不能打得老一辈以后 真正活跃在一线 经常比武师战的年轻中年武学大师 也有三四十个 其中百战百胜 从未有拜计的便是伊和园 第四十七集 万